把它扣上去就可以得到回路的实际上的功耗 小小的电力感测器 有别于传统款需要停工安装耗时六个小时 最新款只需要安装十分钟就完成 监测数据抓出可节能热点 那我们用夹扣式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扣在电线上面 我们会感应电压的波形 会得到功率运速 后端的能源管理平台或能源管理中心 他就可以去看说现在设备效率的使用状态 刚刚的那些数据进来 他仔细就帮他算完 节能减碳人人有责 为了让中小企业更方便做碳管理 私人企业开发检疫申报系统 那我们这个系统呢 它会直接连接到工部门的另外一个 回收处理业的申报系统 那他们把它整个带入进来 让中小企业也可以很快速做碳盘查的动作 为了达到2050净零碳排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 极力推动企业减碳 希望从源头减碳 达到有序碳管理 对我们的这个资源回收的产业 或者是基础主义业 先做我们的排碳的机械的调查 包括智慧化的一个节能 或者是减碳技术 我们的节能设备的引进等等 希望帮助我们的产业 在低碳转型的过程当中发挥最大的效益 从碳排放量着手找出问题解决问题 全民齐心减碳爱护环境 大爱新闻周末如李明华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